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坎坎 后期之作 天学 第1591集 将领离开 凤九儿站在原地不动 皇后抬毛看着她 轻声道 小凤是不是有什么方法 让我的脸色能更差一些 凤九儿浅叹了一口气 举步走了过去 皇后娘娘脸色本来就不好 还需要其他办法吗 凤九儿扶着她 让她躺回到床上 她长指落在皇后脉门上 对上皇后视线 皇后娘娘 真的要派兵去救三皇子吗 这不等童鱼和皇上作对吗 嗯 皇后闭了闭双眸 但如果皇上 真的不念父子之情 我也一定要出手 我就不相信 我堂堂一个皇后 要保一个孩儿 都保不住 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 皇后睁开眼睛 看了凤九儿一眼 凤九儿回头道 进 老嬷嬷端着一碗粥 走了进来 凤九儿站起 迎上去接过粥 摆了摆手 出去吧 皇后 有小人来伺候便可 这 老嬷嬷探出身子 往床踏位置看去 小凤留下便可 皇后有气无力地 挤出了一句话 皇后娘娘 老嬷嬷跪了下来 皇后娘娘 小凤姑娘 毕竟不是大夫 毕竟不是大夫 奴才斗胆 希望皇后娘娘 让太医进来 给娘娘诊治 本宫吃过药了 好些了 出去吧 本宫只想安静一会儿 老嬷嬷无奈 站了起来 是 皇后娘娘 奴才就守在外头 有时您让小凤姑娘 出来寻奴才 皇后再次摆手 老嬷嬷退后 转身离去 凤九儿大步过去 在床旁半跪下来 皇后娘娘 先吃点粥吧 说不定 什么时候大皇子 就过来了 我不吃 皇后摇头收回视线 吃了粥 脸色好了 却不像中毒了 小凤 都是你不好 却不该给本宫 吃你的什么灵丹妙药 才一会儿功夫 我感觉好多了 凤九儿将粥 放在一旁小矮桌上 弯腰扶着皇后 起来吧 先喝粥 要不然您的身体 真的会垮的 皇后娘娘 不就是想脸色不好吗 小人有一百种方法 任由你选 真的吗 凤九儿汗手回应 皇后终于不拒绝 让凤九儿将她扶起 凤九儿拿着粥 转身的时候 皇后拍了拍 身旁的位置 坐吧 凤九儿低头看看床 侧身坐了下来 来 她给皇后咬了一口粥 皇后张口含上 小凤 我怎么觉得 你还没成亲呢 你是骗我的吧 要是你还没成亲 考虑一下 我的三皇儿 这小子很不错的 会对你好的 凤九儿轻咳了声 举了举手中勺子 想想乔木 她不敢呢 皇后再次张口 又喝了一口粥 要不要考虑一下 凤九儿不理会她 一直给她喂粥 等皇后将整碗粥喝完 她放下碗 转身给皇后擦嘴 皇后娘娘 别开玩笑了 一 小人真的有夫君 二 皇后娘娘如此信任一个 刚认识的人 真的好吗 皇后喝了口粥 脸色又好了几分 正享受凤九儿的伺候 本宫也不知道好不好 反正我喜欢小凤 如果你靠近本宫是有目的的 不妨说说吧 像我这种 也不知道还能活几日的人 能被利用 也值了 所以你问我 是不是真的要和皇上作对 要不是迫不得已 谁想和皇上作对 但不管如何 我都要保全老三的命 他还小 不喜欢争强好胜 是个好孩子 以后的世子还长着呢 不过 我是看不到 他结婚生子了 这都是命啊 凤九儿叹息了一声 扶着皇后让他躺下 皇后娘娘 今年有四十不 小凤 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老大都三十了 我四十不到吗 可你看上去 最多就四十啊 算你四十五吧 还有几十年的命 为何就如此不惜命呢 看来 还是好日子过太久了 凤九儿给皇后 抬起手 为她把脉 皇后应该不知道吧 很多人六十多岁 还在为生活奔波 过着有一顿 没一顿的日子呢 你倒好 在大好年华 就想着什么时候走 还真的是挥一挥衣袖 不留下半点云彩 凤九儿放下皇后的手 长指落在 她一处穴位上 会有点酸 娘娘请忍耐一会儿 这办法不会伤身 就是有一点浑浑沉沉 想睡 脸色也会苍白一些 不过 所有症状 两刻钟之后 都会消失的 熬过去了 娘娘的精神 会比现在要好的 嗯 皇后汉手 凤九儿动了动 长指 开始用力 大概小半炷香的时间 皇后脸色 比之前还要难看 眼帘也有些重 半睡不醒的模样 皇后娘娘 还可以忍受吗 嗯 皇后汉手 却没有睁开眼帘 你有事情要忙 就去忙吧 别走太远 上偏方去 嗯 好 凤九儿摸了摸 皇后额头站起 她将她的东西 收拾了一下 走进大屏风的另一侧 很快 寝房的门被敲响 皇后娘娘 大皇子求见 老嬷嬷的声音 传了进来 不见里面的人回应 她又重复了一句 才将门推开 一身戎装的凤锦 微风凛凛地走了进来 参见母后 她在床榻前 不远处跪下 参见皇后娘娘 将领跪在她的右后方 来了 皇后手臂动了动 凤锦立即站起 往前跪在床边 母后 她大掌握上 皇后鲜弱的小手 怎么回事 这宫里为何会中毒 凤锦回头 一记冷谋扫向 跪在不远处的老嬷嬷 陈嬷嬷 这是怎么回事 回答皇子 老奴也不知道 皇后娘娘究竟 是何时中的毒 此事 管事还在调查之中 混账 如此大事 为何本宫不知啊 回答皇子 是 是皇后娘娘说 不要打搅您 那一集 回答皇子